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賢秋 所聞就要這一節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斌哥 主持人好 台北好 時事評論員張宇軒 警方先生好 大家好 海北市議員徐鴻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外頭下胖頭大雨 希望大家都平安 但是在關心國家大事 關心的當然是 我們立法委員有沒有問政能力呢 其實我們很少這樣問 但特定的人 可能必須這樣問 例如沈柏洋 因為他特別點名了大白話的節目 所以特別針對大委員 要來回應一下 昨天下午的大白話裡面 有一張CG提到 沈柏洋跟CIA有關嗎 打了一個問號 在媒體框上面 打了一個問號的標題是如此 他自己說 從參選到現在 是被攻擊到新高度了 顯然他非常引以為榮 我們也引以為榮 所以我們特別歡迎他說 如果你覺得 可以願意來跟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話題的話 今天也歡迎他到節目上來 不過他說 時間卡不出來 我可能禮拜四自己直播 所以我們也很歡迎 如果你有意願的話 大委員也可以 隨時打電話進來跟我們call in說明 他說 他在TBS政論節目裡面 圖卡說了這句話跟CIA有關嗎 他只是去花蓮一趟而已 甚至他直接在留言區講 言行愚蠢的恰到好處 導致分不清楚是不是反串 我都差點以為是來賓講的話 我是指到他本人 所以大家在關心神不一樣 在問政場上講出一些離奇的話 或者是跟大家認知的價值觀 差很多的話的時候 他自己說 到底是不是反串 他質疑的是是不是有關 我們先來說明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提出這一個疑問 因為畢竟他是在賴總統的清典裡頭 第一名不分區男性的代表 那是不是代表了賴清德 或者是民進黨的主流 他們希望堅持的價值 當他自己在6月15號 PO出來說 他是世界民主運動的 全球20位代表之一 好重要 好重要 全球的20位代表 也是台灣人的代表 把這個官網打開來看 裡頭就有 這個組織是從1999年發起的 一個由合作促進民主民主人士 所組成的全球網站 好 那NED擔任世界運動秘書處 NED這個組織 其實過去在外媒裡常常出現 不稀奇 例如紐約郵報1997年就報導 這個組織是什麼呢 是外部干預內政 對美國來說並不新鮮 專欄記者John Border裡面寫到 NED就是在一個公開的 做CIA几十年來秘密做的事 所以過去他們在常常很多 公企的搜集連連看 只要到大陸去過 就可能有賣台 認知作戰 只要提到對民進黨不好的就是 所以以這樣連連看 這個組織裡面 跟CIA有沒有關係 就是來自於外媒 甚至專欄記者的報導 好 引述交流來人之後 什麼是國家民主基金會 就是另外一家外媒 叫Morning Star的報導 他說NED最初成立是在1983年 雷根總統任內功能是幹嘛呢 來自於將自己呈現為一個獨立的 私人非政府組織 就假裝不是政府幹的 就像現在這個所謂青鳥 不是政府幹 不是政黨幹的 來接管中央情報局的 政治政權更迭計劃 所以當沈柏陽是這個成員的時候 他引以為榮 但大家看到的是 過去在外媒的觀察裡 他跟NED的關係密切 甚至跟CIA的關係很有連結性 所以有了這樣的標題跟討論 但當時是一個問號 大家可以討論看看 如果您認為不是 也歡迎一起來公平的論述 所以當犯齊匪 也是會資深前輩媒體人了 在訪問沈柏陽 曾經不快問過 他來我們也可以請他正面來回應 他問點名傅崑綺黃郭昌是賣台 就問沈柏陽委員說 你有證據嗎 他回答是傅崑綺推法案 就是因為從中國回來 金門事件之後 每次回來都帶新的法律 那只是去過中國 就會有新的法律的更換 你還是組織成員呢 那這個推論哪裡不對了 那所以當納粹藍白提法案 剛從中國回來救世的話 他自己是說 只是我覺得啦 也是沒有證據 所以這樣子的 所謂的賣台掛星星做記號 這是他的邏輯而已嘛 兵哥 當然我們在看到沈柏陽的很多言論 他這次直接點名 我們節目來回應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第二張 好 李政浩 再來看看第二張 我們連續兩張 再來請來賓跟我們談話 所謂的監控 不是說我們的手機可能在 包括李法恩的青鳥的行動裡面 被監控嗎 李政浩在17號直播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 他夢到了 到底是誰去追蹤王益川的呢 這個是聽說的 夢到的 這次用膝蓋響的人 王羲之升格到李夢到 夢到什麼呢 他說追蹤或跟蹤 王益川的車子 車牌號碼 不是私人車牌 不是公務車 媒體車 是誰呢 R車牌 出租車內行人 PT上討論很兇 現在追殺人民了嗎 說查就查 果然厲害 不愧是王羲之 果然是民進黨高層 才能拿到這些資料 怎麼別人 怎麼檢舉都找不到 吹哨者綠色 真的國家機器 動得很厲害 所以當你用手機 傳了台灣的笑話之後 大家都會查得到 所以藍英說要 戰青鳥的行動 馬上在19號 21號中間 都有各種包圍的行動 大家都說 像身分證字號這件事情 過去是用來投票 什麼自動配票的 這一次則是用公民行動號稱 是由公民行動自己提出來的 身分證字號有各種尾數來排班 有早 有晚 有午 大家覺得好友組織 綠營的桃園宣講裡頭 也被說人潮滿滿 根據這個梗圖 還有媒體上的畫面 鄭克爽直接說 這是青鳥活動桃園場 100萬個70歲年輕人 站出來了 現場還有送民主饅頭 其實如果關心國家政治 當然不管是年齡 只是說過去青鳥 一直強調多年輕 這次青鳥行動 有沒有用食物吸引民眾 送民主饅頭 那跟人家吃台北吃物理紙面 便當或者是各種的物資 也差太多了吧 好像沒這麼公平 桃園的鄉親 那至於這個亮哥 他在分析整個事情的時候 他認為富裕安要對決的時候 國民黨不可以小看的原因 就好像面對民進黨 像是一支訓練有數 擅長戰略計畫的軍隊 因為黨主席還有總統本人 他是一隻鬥雞 而問題就在於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不像鬥雞 也不像母雞嗎 那再來就是各自動員的情況之下 傅昆琦要藍音 表決日要集結聲援 甚至有要求區域立委 都要有動員的扣打 苗栗一北的國民黨立委 要動員100人以上 那到時候當天會是什麼情況 擔心有衝突嗎 會不會有意外 當然不希望 希望能夠把議題論述清楚 而在民進黨的全台宣講 有一場台北 怎麼輕咬變成落湯雞 怎麼回事 那在很多討論裡頭 有些支持者甚至不太諒解 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們 說真的就知道會下雨 才退租淋雨 是這樣子 是悲情牌 是發現臨時才退租的遮雨棚 許曉昆坑是直接說 這個是由焦堂哥擔任 主執行長之後 把遮雨棚給退掉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像今天外面下雨的 輕盆大雨 雷雨很危險 那他們這樣下雨去 淋雨的宣講結果更好嗎 這樣才有張力嗎 才有悲壯感嗎 不知道 那當然 其實這個主辦單位 當然就先講 張文傑他女兒 有孕在身淋雨 其實不想要 都是有缺失 有疏漏 都是一個人的責任 所有的批評 指教 虛心接受 是不是跟焦堂哥哥有關 是不是有一種劇情的鋪排 我們不知道 但的確這樣的場面 讓支持者很辛苦下這麼大的雨 所以為了黨 為了女兒 孫子可以被犧牲嗎 懷孕八個月真的有點辛苦 拿個傘也好 總之在整個過程裡頭 包括李甄浩 王毅川 或者是說沈柏洋 難道是不可以被討論的嗎 他們是立法委員 是人民選出來的 這個沈柏洋去指責大白話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 第一個大白話就是 順著你的邏輯來的 你只要誰去過大陸 誰剛從大陸回來 一定是嫌大陸之命 一定是從大陸回來帶來什麼東西 那你去加入這個世界民主運動 世界民主基金會的這個活動 那你就是他的側翼 那這種推論有什麼不合理 這是你的邏輯 那美國的民主基金會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非常有爭議 因為他介入過香港的反送中 介入過雨傘革命 介入過僵毒 介入過藏毒 介入過世界各地的 在他看來是所謂的 支撐民主的運動 可是在很多人認為 他就是在跟當地政府作對 因為CIA比較不方便正面出手 所以就由他來出動 這個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爭議 這有什麼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李白色要講什麼 那是他自己的直播 但是我知道這個人向來沒什麼邏輯 所以我也懶得聽他講什麼 因為他講什麼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人就是一個栽贓誣陷 說謊誠信的一個人 那李正浩這個我也覺得很趣味 請問一下你們是報警的嗎 如果你沒有報警 你憑什麼去比對 憑什麼去查 他說他夢到又來了 未來規避法律責任 那你夢到 那你夢到 那請問一下你敢公布嗎 你告訴我這是誰 然後你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請問一下要幹什麼 為什麼接近民進黨人 都喜歡用這種偷偷摸摸的 下山爛的手法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們就不能堂堂正正做個人嗎 一定要像賊一樣 像小偷一樣這樣才快樂 我不知道可能你們天生就是這樣 我不曉得做個人都沒辦法做 那當然現在 就是在青島東路這邊 可能藍綠就會對尬 大家尬場各自繞人來 那會不會人很多 也許會 也許不會 我不知道 那綠營說每天都要1萬很好 你就繼續叫吧 反正最近聽說很多雷震雨 去現場的民眾自己小心 能夠提供這麼多吃的喝的 也是他的本事 老實講無所謂 其實說真的 我如果不忙我也想去 有的吃有的喝為什麼不去 我也不知道 能夠去就去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OK的 倒是 亮哥說這就很缺 他說出立倫不像鬥雞也不像母雞 意思就是說他好像戰鬥能力也不強 然後帶領大家行動也不強 那注意的人是什麼雞 游雞嗎 還是百斬雞 我不知道是什麼雞 那我覺得 既然這是國民黨自己的活動 那國民黨也宣稱說要辦100場 那我覺得身為黨主席 應該要把氣勢帶出來 那當然不管是怎麼樣的活動 我都希望大家止於理性 也就是各自辦好各自的活動 不要去衝撞 不要在那邊對幹 因為現在如果發起這種台灣內部的動亂 那就是你再直接跟老共講說 來吧 來吧 趕快來吧 因為他們的反分裂國家法裡頭 就台灣發生動亂 他們就可以直接過來 如果你們想要變成這樣也OK 雖然我認為這是賴心得 自己當總統帶頭作亂 可是我們還是要小心謹慎一點 大家不要擦槍走火 那至於變成落湯雞遮雨棚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 對啦 也許沒有考慮到 最近可能有雷震雨幹嘛 所以沒有弄遮雨棚好有點怪怪 我想請問一下 遮雨棚是能夠大到 把所有人都遮進來嗎 他們不是說自己動摺 隨便都上萬十萬 你有大到這麼大 能夠所有人都遮住嗎 所以遮雨棚不是 也就只有講台那一小塊嗎 可以遮住懷孕的女兒 張茂南的女兒 我說真的如果覺得自己懷孕 有風險就不要去 就這麼簡單 你要去自己本來就是 雨衣這些東西都要穿好 這沒有什麼 我覺得如果參加群眾運動 還要計較這個計較那個 那我覺得最好的選擇 就是不要去 那我也不知道那些支持者 在台下是心疼什麼 你們自己在台下淋得稀里花啦 然後人家在台上穿雨衣 你們看得很心疼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觀念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可能就是死中的想法 那在我覺得群眾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革命是要流血流汗 所以淋個雨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覺得自己身體不好 不想淋雨 覺得淋雨會有問題的人 不要去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為了理想 為了理念 但是也要顧健康 最近流行疫情 包括了感冒都很猖獗 大家還是注意健康 雨萱 在這些話題裡頭 難道這些言論不能被檢驗嗎 我只能這樣說 標準只有一個 如果你可以檢討別人 難道他們的立委 也不能被我們的媒體來監督 精神狀況的健康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前一陣子 柯文哲跟黃光昌問的問題 我們今天得到答案了 錢秋姐 因為我實在是覺得 我們大白話常常會用一些 諷刺的言論 就反諷 就是你做的事情 我們把你的邏輯拿來套用 所以沈伯會講 反諷你聽得懂嗎 如果聽不懂的話 我真的 連我都要站隊柯文哲 跟黃光昌那邊 他還好嗎 對不對 你真的還好嗎 因為很顯而易見 大概就是在反諷你的邏輯 畢竟你連金台高鐵 這種東西都講得出來 因為那個試涉總統職權 對不對 然後連地鼓重隊到底有 還沒有爭議題還假議題 你自己都講不清楚了 而且你的直播根本沒人看好不好 你少來給我這一套了 我直播在講 沒有人要看你的直播 流量有夠爛的 歡迎他來上我們節目壓 是不是 給你機會你又不來 確戰 對不對 打漆彈 射橡皮筋 像我們國防部長講得好 來你真的戰場這邊你又不敢 拜託一下好不好 有尬詞一點 再第二個 王昌川這個也是 也是沒尬詞 夢到什麼的 我簡直就是我最近也喜歡做夢 我也來夢一下好了 你夢什麼 第一個 只有這種大型公司的媒體車 採訪車 公司車 才會R開頭 有一些像什麼周刊 狗仔 那個都私車 好不好 我直接跟你講 我夢到的情景是 人家不是要拍你紅燈你知道嗎 人家是要拍你車上有什麼東西 人家有聽到什麼 要拍你車上有什麼東西 剛好沒拍到 剛好拍到你這個紅燈的問題 我這樣講夠不夠精確 還是要我再精確一點 我夢到好像跟什麼周刊有關 也是我們媒體同業人員 所以掃來這一套 大家都知道 你們民進黨的名嘴也都知道 所以不要得了便宜又賣乖好不好 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糟糕 真的 我就講白了 你也是夢到 沒關係 我會夢到 我不知道 前秋天當然不知道我的夢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夢到什麼 我自己個人的夢 我講第一件事情 青鳥行動這個 其實真的重點在哪裡 為什麼沈浦浪這種人會出頭 賴青人根本就沒有要中間選民 我們如果正常選舉的階段 各位你知道他會幹嘛嗎 所以我們要尋求中間選民 最大公約數 我們不能講一些反制的話 我們不能太過於基本教育派 但很顯然賴青人沒有要了 所以青鳥所謂的青鳥行動 他就是青鳥造勢 但為什麼我講王毅川這個人 要比較有狡猾的 為什麼 講白了你不就是因為監控 青鳥行動 所以最近才開始惹上風暴的嗎 到現在為止 一句話不敢講 夢東夢西 扯東扯西的 我進入到司法階段了 所以我就不回應了 躲在司法保護網後面 而且徐小新那個場子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還不夠狠 他現場不到100人 現場就不到100人 那辦在老爺爺市那邊附近 就現場不到100人 而且是教堂說不要搭遮雨棚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 民主不能淋雨 但我們可以有沒有 他們這個口號 所以就真的這樣 這個物理性把它淋下去 所以凸顯出一件事情 從這到尾輕鳥 你從社運系統去號召出來的群眾 他本來就是一個虛假力量 那個現場塞不了10萬人 拜託一下好不好 我們不是少林寺出來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疊羅漢 不要在那邊胡扯了 就兩三萬 而真實的民意 你看 喊著正天嘎想 說徐巧欣仇恨值最高 徐巧欣最討人厭 結果只找得不到100個人 而且也都不是年輕人 這才是真正的民意跟力量好不好 宏廷 大家在關心青鳥 因為現在吳思瑤就說 接下來的公民行動 我們不會介入 這個是各自的公民行為 可是你看到各種宣講 跟青鳥的活動 都是民進黨所 站出來宣布什麼時辰 現在回頭來講 青鳥是民主的表現的時候 還要退掉人家青鳥的遮雨棚 感覺如何 我覺得坦白講 就是民進黨在玩一個手段 就是他要從體制內 去訴諸情緒 去訴諸所謂的這樣的一個鬥爭 那青鳥坦白講 要不就是什麼 青鳥要不就是跟他合作 然後希望未來能夠在所謂的 這個政府裡面再有一席之地 這樣的一個對象 要不就是 09萬 020萬 019萬 18萬 大家都來應徵 要不就是什麼 要不就是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說民進黨跟你一起 想要合作做宣講 結果到最後 連周宇鵬都給你退租了 也就是說他根本就是在利用這些人 他在利用這些部分的時候 他在動員這樣的一個情緒 他為的是什麼 他為的是希望說在體制外 因為體制內 投票投不贏 在體制外大家開始打得亂七八糟 然後打到最後賭一件事情 就是賭民眾到最後對政治 都是不會那麼不求聖結的 也就是大家都到最後都覺得說 反正立法院都好吵 立法院都好爛 覆益什麼不知道 會改革什麼不知道 然後希望降低大家 對立法院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支持度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民進黨在玩這個手段 你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玩這個手段不是不行 但是基本上你搞到下雨 然後知道要下雨了 還把什麼 還把棚子退掉 這到底在幹什麼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活動也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說可以笨不能壞 你今天知道都要下雨了 然後你忍心的放大家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淋雨 這個動作我覺得實在是很過分 所以回過頭來講 你看這幾件事情就是說 從沈柏陽然後到王毅川 然後到所謂的這樣的一個青鳥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今天政府就是要做時事的 所以王毅川的事件 其實最妙的是什麼 現在焦點完全被轉移了 請問現在我們的資訊 跟我們的影響 各資 到底有沒有受到保障 然後我覺得這裡面 最過分的一件事就是 說老實話拿CIA講沈柏陽 是在侮辱CIA 然後沈柏陽一直在講說什麼 台灣有第五重隊 台灣有所謂介入 然後隱私 各資 網軍 講了亂七八糟 碰天蓋地的 我就問一件事 大家還是看一下這個部分 麻煩導播幫我take一下好不好 這個就是當初我們在講的 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的Sales Presentation裡面 你看台灣 你放大裡面我們來看台灣 台灣是什麼顏色的 重中之重 台灣是紅色的 表示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什麼 Showcase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你認為說台灣有第五重隊介入 如果台灣有網軍介入 你現在是立法委員了 為什麼不查 為什麼不查 為什麼不查劍橋分析 當初在台灣是跟誰 那你不查 然後民進黨政府執政了這麼久 從2018年到所謂的2024年 到現在被透露出來了 這麼久的時間 然後呢 那證明一件事 是你跟他一伙的 我只能說劍橋分析是天假 給得起的人才能夠合作 答案是誰也滿清楚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